Ryo聊事記 天天的不星 大家好 我是Ryo 今天來看 曲者羅倫對上達達人 這場比賽是公益杯的比賽 這場比賽呢 出現了我們的中國第一高手 WHO WHO呢 這次選擇的文明是達達人 達達人的特色呢 是他有免費的拇指環跟安血人戰術 所以速成馬功的部分 是以達達人為佔優的 現在可以少點這兩顆技 可以讓自己的馬功的傷力 發揮更大的價值 甚至可以讓他的奴兵 封建轉城堡 奴兵的時候 直接吃到一個拇指環 這個威力 非常可怕 你就算出騎士 也有可能難擋得下來 原色實在太快了 那達達人除此之外 他高打地的時候 額外增傷又會更多一些 所以在這張地圖中 如果你要去攻城敵人城堡時 這個巨頭高打低架高的效果 是非常可怕的 4台巨型頭時機等於5-6台 非常可怕 那達達人的後期呢 還有這個搶錢大隊 雀削 每打一次敵方單位 都會增加一點黃金 所以在這張地圖來說 打久的情況下 可能會越打越有錢也輸不定 OK 那我們接下來介紹一下 紅色的文明 是驅逐巫人 那驅逐巫人最大的特色呢 是他可以在魔方裡 放這些可以巡養的動物 像這個綿羊 鹿牛 都可以放進去 慢慢增加食物 就有點像是你去撿聖物一樣 這個黃金會慢慢跳的感覺 那驅逐巫人除此之外呢 他的騎兵的額外增傷 傷害是非常高的 不然是閃力馬 或者是駱駝 這個打對方的騎兵傷害死 或者是工兵單位死 傷害是非常可怕的 甚至連帝王駱駝 都可以值得一戰的 所以驅逐巫人呢 也算是馬國殺手 遊俠殺手之一 那他呢 後期的寶兵單位 環刃頭之獸 也是很適合去打對方的垃圾兵 例如槍兵啊 或是戰狼兵啊 或是打沉盾的步兵 拉打也OK 但是步兵單位如果是近戰防禦高達5點以上的話 就很容易不太好用 因為他怎麼打都是一滴血 所以這一點喔 驅逐巫人到後期 王駱駝會轉出相公 那他的相公呢 還有一段寫說 算是相公裡面偏好用的一個文明 好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兩邊封鏡會怎麼打 好 目前看到YL是在前方補了一個軍營 轉出的是棒棒開局 好 這邊打打棒棒開 那把棒棒開的一個效果 是後續接落馬 或是接攻兵喔 都很適合 那通常棒棒會直接轉攻兵喔 肉馬部分可能會直接Pass跳過 當然還是會看情況去轉出肉馬出來 看對方的地勢如何 還有千萬要不要轉攻兵去壓對方的自願點 之類的 去做為判定 好 這隻臭民回家 有機會卡死嗎 直接吃沉盾中線傷害 YL差點被射掉一隻刺猴 那這邊具有了塔套 而是打了肉馬開局 那後期的缺德羅人薩滴力 肉馬炸的也會很便宜喔 所有的軍事單位都有這個食物減免 所以缺德羅人後人 後期都是打一個肉類資源戰爭 直接把對方吃得死死的 好 這邊用少量的駱駝加肉馬 收掉了這邊的棒棒 下方槍兵過來 要小心一下下 好 但是已經轉攻兵囉 那我覺得這邊塔套其實 他轉兵轉得很快喔 馬上就有攻兵 又有這個馬就了 可以去做轉兵防守 這一點我覺得蠻厲害的 因為通常是會先殺一大堆田 再去轉射箭場 但是他是兩個同時轉出來 馬就跟射箭場 直接棄農田的打法 甚至連一級農都不打 一級木也不點 什麼都不點 YO這邊至少有點個一級伐木 經濟效率其實還不錯 好 左邊這邊過來 看到光劍手只能撤退 哇 這一村可能沒了 哇 果然被直接戳死 好 更多村民在這邊要爆船嗎 要撤嗎 還是不撤呢 不撤的話 村民會被打 但是這邊 槍兵被收掉了一隻 OK YO家裡也圍得很快 肉馬暫時進不來 這隻工兵被毛兵給追著打 應該只能先往後撤了 好 拉幾隻工兵單位過來 撤一下 那現在這個成本呢 終於不會無三櫃 會幫忙開門了 現在至少 蓋完之後 在蓋好之前 他就可以先決定 他是鎖定狀態 還是開門狀態 這一點我覺得是 世紀離我上 很好的一個轉變 不然以前蓋完城門 村民就幫對手開門 就看了這個城門白蓋的 覺得非常的不舒服 那YO應該前期 這一波公司就結束了 當然還是有賺到一村 還是不錯的 這一村如果可以繼續 去延續下去的話 就可以像是 把自己化成為 中國的前期經濟優勢一樣 好 那 YO這邊是打算要來 升城堡師代 但是經濟上呢 還不允許 那反而是 塔操這邊呢 晚下農田那一家 反而是先點下了 城堡師代 因為他的肉馬出的更少 好 好像只按了 幾隻嗎 三隻 三隻肉 對點 兩邊都是出三隻 他可能這邊 曲子羅倫有這個 模仿優勢 他把裡面模仿的 羊都吃光了 沒有去 把他放在裡面一直生肉 這個算是玩 曲子羅倫的一個細節 該吃肉的時候還是要吃 不要捨不得吃 一捨不得的話 反而喝到自己的經濟 好 躺到這邊 補下了 奴兵 跟二級射 直接提升了一下 這邊 工兵單位的 傷害 這邊被打進來 會有點傷喔 那YO這邊 一定要夾到城堡師代升級上去 才有機會打的 這邊工兵單位 怎麼射 都打不贏對方奴兵 第二級射的射程優勢 好 這邊一個包夾 有機會嗎 後面的工兵單位 直接卡在木樁旁邊 但這邊肉馬 直接一瞬間上去 收掉了後方的奴兵 OK 哇 這邊打得很漂亮啊 YO 看起來 這邊封劍打城堡 好 還是有機會打得贏 好 左邊直接外破出去 把左邊給圍起來 這兩塊金可以挖完 那這張地圖的特點 一樣 就是左右兩邊 礦產是非常多的 所以待會上十堡時代 還是要去野外 開城堡中心 不然很容易 打一打就賺金了 所以在這張地圖 單TC開農 是沒有這個選項的 一定是在野外開TC 然後爆農一波 然後打上去的 不然你單TC打到一半 我馬上就斷金了 你一定要去野外挖金了 野外挖金 你又蓋城堡中心 算是很容易被抓掉的 甚至連城堡 也是要到野外去挖的 好 這邊對射 先射掉對方肉馬 後面的肉馬也過來 支援一下這邊的工兵單位 這邊歪歐 達達人 就有拇指環的優勢 射擊速度 比卡炮這邊還要更快 直接射爆 後面轉出了奴炮 跟更多的奴兵 沒有轉出閃避馬 這個單位 有轉出一隻 那這個就是我們所謂的閃避馬 斯利姆瓦殺騎兵 它是可以直接閃避掉箭矢傷害的 而且進入CD時間之後 CD好又可以去閃 真的是很會閃 而且他打工兵單位還有額外增傷效果 加上曲折羅人的額外增傷40%的效果 這個傷害是非常可怕 曲折羅人對上工兵單位手 往往會選擇 大爆這個閃避馬 去打這個奴兵 那他到這邊打的算是蠻保守的 甚至連奴炮都有出 他可能怕這座工兵他會夾不住 好歪歪這邊是率先 至於點下了雙PC 這邊奴炮第一時間被駱駝擊破 但是奴炮也是被這邊工兵單位打 那這邊工兵是低打高 打這個駱駝傷害有點慘 然後有點 站位失誤的感覺 居然在第一處跟對方對射 好駱駝一出來就直接被點掉 好 好 那方比賽呢 算是比較 節奏偏慢一點點 這張地圖很常打到 30分鐘之後 或是40-50分鐘 一個小時都有可能 就會打越久的地圖 主要是這個地圖呢 狂殘症是多啊 黃金一多 自然就可以有 遠遠不久的黃金兵可以做應對 好像阿拉伯 可能被控金啊 或斷金 遊戲就瞬間結束了 這邊差點砸中欸 那要是砸中的話 卡套這一波可能就沒了 這邊工兵他肯定擋不住的 19隻工兵啊 好 YO這邊直接4TC大爆農 塔套呢 則是在家裡開下了3TC 先農了一波 那以臭名樹來說 是以塔套為優先的 為領先 這106村對上83村 臭名樹差距來到了23村 非常不錯 好 好 這邊收掉了一些單位 兩邊暫時沒有 大打出手的狀況 好 這邊 缺德羅倫點下了品種 分中技術 鑽州技術 YO這邊點下了品種 兩邊還是要偏向於 打馬的狀況 好 兩邊互換投石車 雖然不是用投石車之間互換 哇靠 被錯工兵死了 有點 有點慘 好 這邊戰毛兵 瘋狂壓 好 看到你騎士上來 我如果就往前 稍微擋一下騎士 努兵趕快繼續 用戰毛兵去點掉 好 這裡過來 找一下 好 直接被戰毛 亂毛插死 愛恨 塔套活生生的變成了一個戰毛怪 OK 那上方城堡被押住了 這邊抽名直接拉走 返回家鄉 到右邊開闊自己的新的城鎮中心 好 那YO這邊點下了鍛造技術了 好 好 那塔套這邊現在有50片田的優勢 大衛生帝王十代 點完之後帝王十代 點下薩地利 開始爆出大量的大落馬 也是可以的 或是落索 好 這邊趕快升級上去 現在剛剛黃金被控 有點稍微斷金一下 拖到了升級時間 好 終於可以點下帝王十代 好 那薩地利 這邊應該是 沒機會點了 這邊可能還是要先去 繼續出兵 先夾住一下加利 好 這一坨進來 當然都是垃圾兵喔 雖然駱駝不是 但駱駝的騷擾能力有限 基本傷害太低 打抽裡面效率不是很好 好 這邊繼續壓在你臉上 塔套這邊的壓力非常注意大 好 左邊有更多的洞 衝進來 最麻煩的來了 好 繼續撿生物 好 再招 哇 沒機會招 好 下方用一隻騎士 把這邊戰寶兵 給逼退了回去 好 下方這裡也被再度插了一個城堡 YO這邊 雙向寶推 左邊插你寶 右邊插你寶 只要能把你的黃金給控到沒有 就是我的勝利了 好 這邊偷車想要砸貨方 但是沒有找到 偷車想要砸貨方 偷車想要砸貨方 沒有辦法 OK 但最後三兵馬全部都被打掉了 簡放騎士跟雀削 有點難解 好 洛可過來 來 看上這邊點下了帝王時代 好 右邊這兩隻雀削 應該是不會控了 送掉 好 這裡有一波打鬥 看一下這一波 駱駝 硬夾 雀削 遠防很高 雀削是一個造價很便宜 然後血量還不錯 遠防又很高的一個騎兵單位 哇靠這頭死車 哇靠這頭死車 我剛剛是罵到話了 WTF 一發下去直接死三隻 水戰毛兵了 怎麼打雀削 都不太會透 但雀削他的缺點就是 基本傷害偏低 只有酒店而已 然後需要用城堡生產出來 但現在YO最不確的就是城堡出量了 現在城堡來要幾棟了 一二三四五 五棟城堡 五棟城堡 我的天 控制領地內了 好 他到這邊點一下了二騎弓 那這樣子 騎兵傷害就點滿了 也許多人他比較可惜的地方 是沒有三弓 所以走相公路線 反而是更適合這個文明的 而且他的相公還有前線衛隊 增加一下相公跟弱鎚的近戰防禦 所以塔套這邊應該是要趕快點 前線衛隊跟薩地利升上去 用弱鎚跟對方舉一死戰 那弱鎚很怕箭矢傷害還有滿攻 這邊直接氣弩兵 前線大量缺缺 完全無法擋住這坨鎚鎚的衝鋒 這邊是直接鬼轉了一波槍兵 雖然打打也可以出鎚鎚 但是他是打不贏區德羅倫的鎚 絕對打不贏 轉擊兵確實是最好的選擇 雖然只有一擊的步兵鎧甲 但至少戳到鎚鎚的手是很痛的 所以長期交換下來 確實轉出擊兵是一個更好的選項 當然你也可以轉馬弓 那馬弓需要手速拉打 而且被貼上死 會被區德羅倫的鎚鎚給爆打一波 所以YO這邊可能會在思考 到底要不要轉馬弓這件事情 那以根據我的經驗來說 打打不出馬弓的玩法 勝率是非常低的 所以待會應該也是會轉馬弓 但只是不是現在 現在現在輸槍兵 先夾住就好了 右邊這裡慢慢推過來 巨星塔斯一動一動的把城堡拆掉了 這邊擊兵繼續出 塔套中點下了薩蒂莉 薩蒂莉之後駱鎚的造價也會更便宜 值物減少25% 效果是很大 這個效果就彷彿你直接獲得了硬家的天生能力一樣 這邊巨星塔斯一展開起來 開始工程 精銳鎚鎚鎚已經升級上去 血量來到160滴血 遠防有天生3點 再加上3防3加4 是以遊俠的遠防 而且造價的比遊俠非常非常便宜 那薛薛他是比較害怕近戰單位的傷害 所以使用駱鎚可以很好的去壓制對方曲折羅倫 反正像曲折羅倫遇到駱鎚也打不贏 所以塔套這邊可能還是要整個相公 然後配駱鎚或是配戰錨 戰錨的話就是要去打後方的槍兵 會比較省資源一點 畢竟他如果一直打相公的話 資源消耗得非常巨大 那如果可以把一些木頭轉成黃金的話 直接轉打黃金兵種 也不是不行喔 所以塔套這邊 待會轉型很重要 怎麼轉型 怎麼轉很重要 突然轉過去肯定是轉到頭破血了 要把這個駱鎚鎚鎚打到最好 好下方駱鎚鎚再度把駱鎚給拆掉 擊殺了YO下方村民 但是YO這邊也是入侵到了塔套家裡的領地 這邊領地被大量駱鎚到處亂竄 村民死傷非常慘重 好駱鎚再上去夾掉最後的駱鎚 駱鎚被駱鎚摸到直接被蒸發啦 太痛了太痛了 完全擋不住 駱鎚打這個駱鎚 去德倫的駱鎚真的是有夠 有夠痛 這邊這裡才補了一根城堡 這邊轉出火焰鎚鎚來看一下 在賽事中火焰鎚鎚是一個很少的事情 火焰鎚鎚是一個 移動速度快的自爆兵單位 好來看一下這一波 放煙火囉 欸還有三隻沒有爆 被疾兵卡住了 這樣也好 省駱鎚 火焰鎚鎚雖然強 但是就廢了點駱鎚 廢了點駱鎚 殺駱鎚是OK的 還可以 回諾鎚是驅毒倫人 不是驅毒倫 搭搭人 點下鐵木的工程術之後 才可以使用的單位 讓鐵木的工程術點完之後 射程會來到多加2点的射程 那本身搭搭人也是有工程工程師的 再加上攻城通知識的話 他就會變成19點射程的巨型頭使劇 射程最遠的巨頭 這邊長兵戳掉了兩台巨頭 駱駝也是直接戳掉了一些數量 還不錯 這邊直接反拆回去 我都會把這個19點射程的巨型頭使劇 當作弓兵來用19點射程小弓 非常的狠 當然實戰中不太可能會這樣轉 左邊這邊槍兵 守住了這邊 但這裡有兩根寶 暫時要突尾不太可能 洛索直接往後撤 目前打到家裡還在繼續BBQ 這邊巨型頭使劇開出了一個洞來之後 左邊的雀雀還是有點無法無天 車身中心爆開 臭名沒有地方可以逃 哇臭名直接被夾爛 YO這一波非常賺 現在打到這邊村民術還是很多 甚至是領先YO這邊村民術的 現在這邊村民術差距個10村20村可能並不是這麼嚴重 反而是現在要看兩邊哪邊支援庫存更多 還有這邊轉兵誰更有優勢 目前看起來YO的村民術雖然是弱厚 但是這波詐訊全部殘血 我的天 但是他的支援量庫存是非常雄厚的 庫存資金很夠 要繼續打接下來的對應也沒什麼太大問題 難道這把沒有要打馬弓了嗎 打打不打馬弓 你敢信 難道我的預測要 要滑鐵爐了嗎 這一波難道不轉馬弓 本家轉火槍 轉個馬弓也OK 或是直接硬起雀靴 但雀靴會被駱駝給吃光 這裡很尷尬 YO要不要轉馬弓 化學都補了 三級射都有了 或如我們轉一下 如何 這邊擊兵上去 火雲駱駝炸一下 炸掉了上面一整排的駱駝 這邊就去出火雲駝 這跟城堡順利的守住了 現在塔塔這邊的黃金樹也慢慢補了上來 黃金來到了1800塊黃金 人口還沒有補滿 現在可能在猶豫要出什麼冰種 這邊可以直接打槍兵單位 Tradle Run的槍兵我覺得並不是很強 所以應該不會去打槍兵 而是直接打寶兵 可以還刃頭之手 還刃頭之手數量要多才會搶 這邊轉還刃頭之手 我確定是不是一件好事 這邊看到火槍一直被駱駱駱追過來 後面兩台火炮在逃跑 回這坨補了上來 這邊大量火槍射擊速度很慢 不然射掉了前面大量的駱駛跟槍兵 但是後面有更多槍兵補了過來 駱駝自己已經死了滿地 這一波塔塔被槍兵直接包圍了起來 火槍應該是無路可逃 直接放棄這一坨火槍 沒救 最後被吃光 後方再補下了更多城堡 還駐守 組成工程器製造所 後方的火炮也是被打爆 家裡再轉出一些火槍跟駱駝 再去想要夾住 現在農田的數量實在太少 木頭也是 這樣地圖的重點木頭 都在地圖的中央處 所以這邊中央沒有拿下來的話 待會會有缺木的問題 畢竟這右邊的木頭的數量也是非常稀少 這根城堡掉了 打打高打低 好強 射的有夠遠 真的是大爆射 上方有一整坨的小隊 駱駝對上鎧靴 還有槍兵 火槍這邊稍微擋住 但是還是打不進驅逐羅倫的駱駝 額外增上的效果 好 這邊巨型偷司機過來 但是駱駝又看到火焰駝 沒有辦法 只能撤 巨型偷司機 又再次往前 再繼續架起來 繼續插你城堡 太狠 哇唷 這一波 打得非常的漂亮 16加3 19點射程的工兵 就是這麼的發展 從外圍射到內圍 這個距離超級扯 飛得好遠 好 那 YO這邊還點下了火炮塔 有想法 雖然升火炮塔 火炮塔升級很貴了 那拿拿火炮塔沒有外加成 所以他的想法也是特殊的 可能是想到這邊的石頭很多 插個火炮塔 控下地圖好像也不錯 好 結果要插的地圖 並不是要控黃金 而是要控這邊的城鎮中心嗎 直接用火炮塔 參與城鎮中心 好 環燃頭之手抓得出來 那環燃頭之手打雀屑 是只有兩滴血的傷害了 好 環燃頭這邊炸一波 駱駱駱死傷非常快速 哇靠 這邊駱駱直接被炸光 雀屑直接打出了優勢來 尷尬 好 這邊環燃頭之手拉打之後 把剩下的鎮駛給逼退走 那歐歐歐這邊的處理方式 蠻粗暴簡單的 鎮駛配上火雲热駝 好 上方用火炮塔 拆除周邊的建築物 燃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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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塔靠應該是要G了 這是他最後一塊大金 這塊金挖完 可能就要斷金了 結果YO這把真的沒有要出馬功了 單純就是火焰烙駝加雀靴 這邊到處逼滴 到處都有火炮塔 好煩啊 正面巨頭開拆 絕金不倒往右邊打了 往中間開敲 這根城堡應該是爆了 這手塔塔打錯了 拒絕 最後是由196隻雀學對上177次的弱鎖宣告結束 這場比賽呢 塔套我覺得打的不是這麼的雷響 畢竟雀學的火焰烙駝 確實很強 但塔套這邊又沒有很好用的槍兵可以去擋對方的駱駝 只能用這個自己的 指引之右駱駝去打對方雀學 我剛講錯 那雀學羅人應該是要早點 轉出巷弓去應對 那為什麼塔套不轉巷弓 主要是黃金很少之外 而且對方的雀學數量實在太多了 雀學的話每一隻的防空力都跟遊俠一樣 血量160滴血 正面硬卡的話雖然有前線列隊 可以稍微擋一下雀學的傷害 但打起來還算是比較好用一點 畢竟自己的大象公兵血量是比較多 但我不確定是什麼原因造成他不想要出相公的部分 而是轉出了環刃頭之手 這一點我是有點相當不解 不管你怎麼說 你打環刃頭之手 你可能是要去針對對方的 垃圾兵去做針對 但是你要去針對雀學應該才是重點 可能塔套也覺得認為自己可以用駱駝 打敗對方的雀學 但沒有想到YO的火鷹駝 更是更勝一籌 好啦 那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是有驅逐羅倫拿到的勝利 但也只是險勝 並沒有贏太多 原因只被處於騷擾當中 軍事方面則是YO拿到1.07的KD 兩邊KD也是差不多的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也就差不多到這了 如果喜歡這部影片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掰掰